好 特别打问时间 现在开始了 怎么看李嘉诚增池0001和1113 私有化还是预备迁册去英国呢 第一 没有可能是私有化 因为实际是太多钱 第二 这个不是因为预备去英国 因为他们已经是老化的股票 因为他们的东西是老化 即是说 凡是太古老化的时候 因为你的钱都没有地方做 没有地方都不知做什么就好 不如我买自己的股票吧 通常很划算 因为股票通常这么划算 就是因为你没有什么前途 你的资产比你的前途就会很划算 所以就是这两个东西 李嘉诚主要是买一只长实地产 即是1013 而不会买一只长和 而那些是做生意的 那些是没有那么好的 所以他主要是买一只13 下一条 香港籍和中国大陆的户籍 都不可以共有 大师可不可以说到 哪个人可以同时拥有香港籍和中国大陆的户籍 以我所知 顺丰的王位可能是 但是他是有特权的 OK 首先 那当然是不行 但不行的人很多人都做 我当然会有人做 才这么肯定的说出来 但是那个人是不行 难道我告诉你是谁 那当然是跟我很熟悉的人 很多人都是有的 因为他只要你不强迫 放那些人就不可以 这件事 而中国他不会 这件事是不行的 表面上 但实际上他不去执行 即是可以了 即是有法可以不执行 是的 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 因为是两样方便 例如你想说立法会议员 你就会放起 请问阿兹亚座摩洛哥这句话 有什么典故 出处在哪里 不知道 我听过两个人说 第一个就是 有一个人经常跟我说 阿兹亚座摩洛哥 那就是 即是 武六成这样说我 第二个就是 我应该是在电影里见到过 但我忘了在哪里 在六四的时候 北大清华和北师大 都有很多教授带领运动 过了冷河一样 没有事 连大陆也这么人厚 今天可以放过他们吗 我想说香港的教授 第一 他们现在都先投降了 那香港有没有先投降 这个是讲众的点 是吧 所以这就是坦白重宽 抗拒重严 他们现在还在说什么 你不是解散了 然后你特别投成旺 那当然不行 如果是的话 其实你肖建华 你也是当地得万分分子 现在大家的钱都放在他们 所以其实 就是问题 你是不是要投降 我也这么说 假如你们回去想清楚的人 然后突然间唱红 大肆唱红 然后就去骂一群黄尸 我可以保证可以入门 但你不会这么做 即是明年 一年之下 是的 他是给你投成的 他打开道门 他在任何时 是的 陈智思想算特首 大师又怎样看刘明慧呢 他有没有机会做特首 或者高官呢 陈智思想做特首 我也想做 那问题就是做不做到问题 你这么明哲保身的人 我想很难做特首 那些人觉得因为他低调 所以去做的 但是他低调得来 要有鸟才行 整件事应该是没有鸟颈的 好 那没说完 刘明慧 刘明慧没有机会 OK 说完 好了 才子应该是说陶杰 才子强调 马蹄蟹 即是说个孝子 是痴性的马蹄蟹 爬上红性的马蹄蟹身上交配 所以人们将这种动物 来形容急性性需要的女性 我未听过 前方是这样 如果我没有记录 鞋应该是体外受精 知不知道被他体外受精 我当然知道 所以不存在爬上去交配这个状况 要查一查 因为这只不是鞋 我知道 但是他们也是体外受精 第二 因为他应该是痴性大外红性 所以人们觉得痴性可以隐住 但是他们是体外受精 所以我们也说了 这个当然跟孝志无关 孝志是从古已有的 OK 上公子大师 在餐厅食堂用餐的时候 不用说了 我们在前面的新闻联播上回答 OK 为什么这么多香港人认为 国家怕外国人呢? 是胆敢抓外国的指折 外国线打国际线 和国家作对的? OK 大家认为国家应该怕外国 还是不怕呢? 他心目中 他的意思 那条问题的意思 他应该说不怕 国家应该不怕 即是你打国际线 他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 国家是怕外国人呢? 又要打国际线呢? 其实我们国家不怕 我这么说好不好? 国家是一定怕美国 至少你不会想跟他们打 你是不是害怕的话 你当然是害怕的 但现在害怕也没用 你是要打来 你比我大胆 你问我和你打不想害怕 但现在你先理解 但国际线的人就说 你这么大胆 你这么小 你不够打他 你一定会害怕的 那我又不害怕 那问题是害怕和不害怕 究竟什么是害怕 什么是不害怕 这是定义问题 国际线的地方 你以为中国一定害怕 但中国到处于原来不害怕 你可能以为中国一定不害怕 其实你没有了 不害怕的问题 但现在那件事 走到这个位置 是不到你害怕的问题 就是害怕不害怕 已经不是一个考虑边缘 就是说当年的时候 芬蘭对抗苏联的时候 1941年的时候 差不多是那些时间 你害怕不害怕苏联呢? 你当然害怕 但你打不打 你当然是打 那样东西已经来的 你一定要来的 中国现在那样东西是生和死的问题 你现在拿我命 你美国是想拿我命 你想推翻共产党政权 然后成立七个国家 七个反抗 然后你们要将我灭亡 我怕我也要打 是不是怕 现在不是一个怕问题 就是国际线的人 你怕你不敢到 很多人这么说 中国不敢什么 不敢反抗 什么不敢反抗 现在我死了 你明白吗? 我死了 你比我健碩 我拿你军代 我也要跟你打 那件事 现在已经说怕不怕 那些人的水平明白吗? 那些问题在这里 那些问题是 那些人经常说 打国际线 说中国会害怕美国 中国一定不会害怕 或者你说不害怕 你一定害怕 但现在害怕我也要上了 是硬硬上的问题 已经没有第二个选择余地的问题 是的 有得选择可以选择 有些失望 我想是对我们李更加规则 很表面又不深入 我们自己都觉得是 绝对 我们拍完了 自己都在检讨 是的 其实岩李正南虽然是劲 但是没有美国的祝福 搞民主化 实质是台独根本不可能成事 蔣经郭和宋彩如 真的这么支持李登辉? 这样说 蔣经郭和宋彩如 大家都没办法 这个人说的完全正确 包括说我们那一集做得不好 我那一集我们完成之后 我都说他真的很没话说 因为被人说完 所有英国借德国合法 这个是花来福去 被人研究得太重要 但是因为 如果做新闻性质的事情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事情 你好像不说不行 只是有一些大题目 你不插进去 大师觉得中国有什么领位 强于美国 我认为防疫 防疫其实是因为管理问题 是因为对人的管理问题 它对人的管理是比较严谨 就是说是一个共产党 或者列宁主义 我经常都说 列宁主义是比较残忍的 但问题的确有效 这是我经常都会说的问题 我说我不崇拜马克思主义 崇拜列宁主义 这个世界是很少的 因为那件事是有些 在人性方面的确不是那么达标 但问题是当你实际上去运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套不达标 对于那些血汗工厂 在人性方面不达标 但这天为什么这么有效 出席的战斗力这么强 这是最战性的地方 就是因为这套主义 我们才可以在我们曾经说过的一件事 中国在三十年间 中国在三十年间 辛苦了三十年 然后略打一声 呃死了很多人 然后人们生活过得很惨 但做了一个基建 那件事只有这样 用不人道的方法才能做出来 这是一个战斗力 但是对人民的短期福祉是一个很惨的 很大伤害 下一条 常公子你觉得你自己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呢 大师是加拿大人 我答的 我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当然我也是得了一本特区护照 我也没有第二本护照 我本BNO都遗失了 是的 我是中国人 下一条 很想听一下常公子你解释一下 你所说认为自己是黄丝的重点是什么 讨厌中国 反中 反共 反政府 反政策 反社会 不公义 崇美 不满 言索 那也是我回答的 我认为自己是黄丝的重点是什么 这几件事是重不一样的 讨厌中国 其实我不讨厌中国 我很喜欢中国文化 我很喜欢中国哲学 我不会讨厌中国 你这么说 我顺便打一句 其实我也不讨厌美国 我只是觉得你对于美国的想法是一个幻象 其实我也不讨厌美国 其实我不讨厌美国 正如我也不是很喜欢中国 但是活在这里 你继续说 反中 我不反中 我基本上是一个爱国者 反共 我不反共 我喜欢中国共产党 我只是想他们做得更加好 你稍后肯定相信马克思 我肯定 反政府 我也不反政府 基本上 林郑月娥上台 或者梁振英上台的时候 我抱有很大的寄望 我觉得他们上台 我的生活会更加好 谁知不是 没有办法 是一个失望的情绪 反政策 是的 反政策 有时候很离谱 下午没有饭吃 还不要反 好了 反社会不公义 这个 稍为有良心的人 应该是要反对社会不公义的 大家都知道 我做了某节目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我对社会不公义的 我当然要出声 好了 崇美? 我不崇美的 我是喜欢美剧 喜欢看荷里活电影 但我不崇美的 这么说 我连美剧和荷里活电影 我也不喜欢 我对于中国的感情 我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 而我脱离不了它 因为我很喜欢看唐剧 我很喜欢看中国历史 所以我脱离不了它 不满社会延爽? 我又不是很不满 遇到不公平的事情 就要出声 要人之常情 你说我是不是太不满社会延爽? 我又不是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过的生活 也挺满足的 OK 就是这样 下一条 为什么这么多香港人认为国家 说了 再重复了 又是我的 常公主是否平日喜欢喝冬饮呢? 你的状态显示你是脾胃失调 因恐怖以上大量出汗的原因 留意身体年纪漸大症状更明显 好 我完全是同意的 但是我大汗是由小到大都是这样的 就是情况是这样 我是一个新陳代謝很快的人 你小时候胖不胖? 什么? 你胖不胖? 我小时候胖的 曾经胖过 你胖的肯定会出汗多 不要说多少肥 这个正常 另外 我是一个新陳代謝很快的人 我很容易胖 吃少许就胖 我也需要很大的运动量 才可以令自己的温度好 这么说 我不知道你是否吃少许就胖 但是你肯定不是吃少许 可以了 你说一下 好了 尚公子你正常一点 怎样外卖不用接触 糖食反而更少接触 比如我自攜餐具 全程只吃东西 尽量减少不必要触碰碟 那就对了 没有所谓 外卖不用接触 糖食反而可以少些接触 如果外卖就回家 肯定少些接触 下一条 袁国勇说 食肆的问题是 自行收了食客吃完的碗叠时 会沾到食客的口水 如果又马上捧食物给另一个食客 便会传染给另一个食客 和待客吹水无关 首先Beta吹水肯定有关系 但他说的是另外一样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说的是对的 其实我去吃饭 尤其是去茶餐厅 周时都会觉得他们的动作 是会沾到另一个口水的 台湾就是要收拾东西 就是要收拾东西 其实应该是收拾东西的人 是一个人 捧干净东西的人 是一个人 但是他不会这样做 有一个人是专利收拾东西 有一个人是专利收拾东西 才对的 但是捧差的 但是他们将这两个人放在一起 就毫无疑问 手会碰到另一个口水 是 那没有什么东西 喝个动态茶 拿过来的时候 手指要浸在里面 难道你出声吗 很尴尬 好 大师 你教政治技巧这么厉害 有没有考虑有追入重症 没有 还有一年 没有 因为我有外国护肢 放弃 好 下一条 中国认为秦始皇好 因为中国还有台湾未招安 关什么事 就算不是台湾招安 因为他们以为大家讨好 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 我大约说秦始皇 其实秦始皇是第一个 将中国统一 成为一个基本中国 也就是在秦始皇的时候 中国版图和现在的版图有不同 在南方是多些的 但是在西方是少些的 但是我讲讲秦始皇的一个 我都教过中史课词 但是可以幻观 在秦始皇之前 在秦始皇之前 在战国活期 秦国的状况已经和19世纪 20世纪初期的法国和德国差不多 是一个已经统一了一个很有国家想法的国家 所以他们的战斗能力很高 和征兵能力很高 而在秦国之后 因为中国统治不了这么大的国家 那些分析人 甚至是很多人 我分了七块 即是李登辉 甚至是刘宋经 我很佩服的 即是他所说的 虽然我觉得全部都错了 但是我很佩服 甚至是陈雲 港成邦 或者港友的东西 其实他们所说的 有一个是对的 中国是不可以这么大 中国是真的不可以 中国是应该分裂的 在那时候 但是今天不是 因为那时候 或者是黄仁宇 如果有数目次管理 是对的 中国在那时候 在秦朝之后 反而管制力弱了 他只是管制了村 他只是管制了几万个官僚 然后那些村子就完全管理不了 不到秦国 在秦国之后 在唐庄上已经敗坏了 但是现在在二战之后 因为管制的能力高了很多 亦因为发明了列邻主义 所有的东西 所以中国那种管制方式 终于是真的有办法 有那种能力 是管理了14亿人口 以前是没有办法的 他们仍然用以前 你读中国历史的方法 去看中国 是不应该的 我记得吗 秦始皇统一六国 是错的 因为他其实统一六国 他是管不了六国的 没错 以当时的管理能力 但是现在管理能力 德国有八千万人口 现在的管制能力 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强 所以现在中国 现在反而那些小千多万 那些地方 两三千万人口 就自己不够竞争力 你会发现 就是当年苏联有三亿人口 美国有两亿多 现在有三亿多 但是当时有两亿人口 中国有十亿人口 现在就变成了大国 全都占了优势 大家读历史的人 全都读得错了 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 当时的管理能力是错的 是强失不了的 就是强硬的 但是问题是 现在的管理能力 反而是应该统一 现在你想想 几十年前就觉得 或者几百年前就觉得 应该分裂 所以他们的读历史是错了 其实科技和互联网 都改变了一切 其实他们的读历史是全部坏 所以读历史 读得不通 所以他们全部都读了 但是先别玩了 吃菜就要自给自足 齐齐吃素 但是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 当然不会答应 但是被逼就要答应 不是 那问题是什么是自给自足 我自给自足的意思是 只是假装吃 而且不是吃菜 因为吃主要吃重要 吃番薯和饭等重要 吃菜就一定不够饱 但是问题是 现在吃肉就比较失败了 究竟是不是自给自足 不是说你 不是说 买名牌 我都觉得不可以自给自足 我都很不满意 但是问题是 那样东西是 有没有衣服穿和穿不穿 不是两回事 现在当战争状态的时候 你能不能基本能够 是维生 如果你用到一个 大家是一个 一个比较高标准的 自给自足 可以说全地球 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自给自足 马哈提尔 经常说 自己和我朋友说 马来西亚是唯一 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 就是能源 所有东西都是自给自足 食物等 他的自给自足 都是这样的状况 当大家都不会有人饿 也不会有人喝 也有基本的生活需求 这就叫做自给自足 马来西亚是可以的 我看这些书都可以 下一条 好佩服大师的智慧和以知能力 如果有大师的成功力就好了 想问大师 要看哪方面的书 才有这样的思考能力呢 科学和哲学 还是历史呢 周杰写的那些 有错 网站也能卖 看多些就可以 其实大师将他看过的书 综合在他自己写的书上 大家上网站买 就看他的书 你真的完全正确 非常之喜欢你 但是呢 这么说 我先在这里 离开一点点 我正在做一个网站 将我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 而是 那个网站是收费的 但是问题 你们所现在 我正在做的东西 是完全不会缺少的 但是那个网站收费 我都会这么说 他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实在真的要人维持 还有真的会损害了我出版商的利益 那么 那个收费实际上 我占的部分是很少的 但是 只不过没办法 这个就是马斯克的原理 就是 我是为了更高的理想 所以才收费 没错 这个一定的 好 请问近代中国领导人 你觉得邓小平是好 那怎么看朱镕基呢 那些人对他的儿子 有些家人是有些批评的 对他家人的批评也不是那么多 但是他整件事 在有限度资源的时候 他的确是已经做到很好的 毫无疑问 当然 你还有很多其他领导人 但是朱镕基的确是大家的评价最高的 他和邓小平都不同 那个级数 邓小平是宏观点 他和战争无关 朱镕基只不过是一个总理 他不是理那么多政治的东西 其实他只是理经济 他的东西就简单点 是 什么时候再搞犯局 我回答了 一旦限聚令都停了 那疫情受控 马上开始搞 OK 好 下一条 看完你关于社会控的文章 想请教如何讹解 发抽银行是一块肥肉 另外 我对中西历史很有兴趣 请问大师有什么书 推介作入门之用呢? 首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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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首先 跟大家道歉一声 我是有少少老人刺 第一个问题 继续 是汇控的 汇控的 请教你为什么发抽银行是一块肥肉 其实发抽是一块肥肉 是 发抽银行就反而不是 是的 但是发抽银行 因为你发抽 你就会有很多 大家会觉得你 是 没错 发抽本身就是一块肥肉 但是你在金管局手上 所以 所以发抽银行 就是一个 当你发抽银行 大家会对你信任 还有金管局会对你特别支持 OK 就是会支持你的 OK 就是那件事是因为 你会等于是获得一个政府支持 是 还有你会有最高的 即金管局一定是支持汇控银行 多个支持你一间 类似的 是 永鹿银行 那些 因为汇控银行有发抽银行 你有一个 就是 你有一个 官方身份 如果 渣打不是发抽银行 我说的 是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 对历史我有兴趣介绍什么书可以入门 看我的网站 因为我会有大量的历史的东西 因为你知道我写了很多历史的注册 是的 其实看周遣大师就足够了 其他都不用看 好 那就这么说好吗 哈哈哈哈 我希望做到 例如我如果写股票那些 其实真的看我就足够了 但问题历史其实看我就足够了 但我希望能够写到那个 写到那个量 因为那些量 你的准备是不够的 是的 所以写到那个量 令到看我就足够了 但是如果我说 我也不要太多 我写一写我会看 因为每一个人 其实我看下去 都是一些有很大的缺陷 所以譬如柏羊 我觉得他的历史程度很差 是的 他的历史水平真的很差 但问题是他的感情和文笔 是很好的 他的感情很好的 那时候也不行 刘仲见我觉得很好 但是他觉得太深 而且太偏颇 就是那样东西 他在那边 那时候 你中间那些就没有了 那那时候又不行 而且他那些 完全是政治宣言 宣传 那时候你就把政治宣言 抹走你又不行 那时候变成了很多人 譬如钱穆 钱穆也是可以的 写国施大公 但他那些就非常旧 那些新的又不行 是 如果胡锡有些论文 很多论文是写得很好的 但胡锡那些论文 那些只是很专业 他寫 比如寫神会和尚 寫有些东西寫得很好的 甚至寫一些红楼梦研究 那些寫得很好的 但问题就是 你只是一个很不关心的题目 那些论文是很专门的 那里面也不好 明朝那些事宣也挺好的 挺好的 但问题是很通俗的 好东西 有很多东西也不太同意 他只是很表面的看法 我觉得是很表面的看法 所以有多好 你叫我很特别去说的话 又不是说 很多东西都寫得很好的 写Jonathan Spencer 史经迁 史经迁 是挺好 史经迁是挺实的 有几本 就是在想不起 有些都寫得很实的 但想不起 一时 那我推介一下 看劍桥历史学系的教授 霍布斯邦 霍布斯邦 写革命的年代 资本的年代 还有另外两本的 就是极端的年代 1945年到1990年 那五本书你全看完 非常之好 这个是好 这个是好 整个系列都在这里 整个世界都很清楚 但问题是终了版 挺难买的 总共五本 总共五本 这么说 你看到哪个版本 哪个 我忘记了哪个版本 我印得很漂亮 在台湾的 淘宝版本 可以买到 淘宝版本 一定可以买到 OK的 先说回 如果淘宝版本 大家以为不是 没有东西的 译得好的 人们比较了 通常都是怕大陆的译得不好 为什么会译得好呢 因为霍布斯邦 是左派的历史作家 所以他不会搞的 OK 大家看霍布斯邦 Eric 最后一条 大师不要自事过高 应该谈谈何文汇教授 有哪方面不足 他的文学修养好 真人的气质都高 君子有礼 有没有看过沈云菲的文章 他对述素的研究 知识也很丰富 首先说何文汇 何文汇说的风度偏偏 是没有说的 的确是 不用说的 他的前妻就是 梁富尔 黄杏鸿也很认识 黄杏鸿也很认识 找男人 一个有钱的 一个风度偏偏的有才 真的风度偏偏 他七十几岁 我看他在网上做过 什么 外表和气度 现在是七十几岁 他是周冊中的弟子 就是名门正派 但如果说他的政治 他很多时候 我就很不喜欢 拿古书出来讲古的正音 几十年前 有些还不知道是否是广东音 我就觉得 比较不需要这样去讲读音 现在人们的读音 在网上已经有些 这个字是读音 由春秋战国时是读音 在网上就说 只要转到时间 就可以转到读音 所以现在的读音 当然是很过去 但我觉得他太矫黄过正 甚至有读音可能是不适合的 在他的水平来说 在他的年代来说 当然很好 但问题是在现在年代 我们当然觉得他很够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创建 当然比周冊中差十八 周冊中是五四运动师专家 十一飞 十一飞 我不知道他们对术术有什么研究 十一飞这个水平 他读过一些书 他读过中大之后是这样的 李师兄 他那个水平就是在几十年前是很好的 他仍然是那种 他的水平就是一个废路级水平 就是流天赤的水平 就是他那个年代是一个自己分子 但是今天你如果对于今天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 是说一些文化自射平 就是你会发现他那些是非常非常之旧 非常非常之老师佛那些 那种状况 是时代向前走的 其实新一代的人的水平是高的 高了很多 当然 他这么说 就是说 如果你相比起一些 好扮认识寻得很差的人 好扮认识 只不过是全部花椒的人来说 大家都是灑花椒 那十一飞的花椒就好多了 十一飞的花椒就好多了 十一飞其实没有内涵 但是他的花椒真的灑得好 已经超越了 所有东西都超越了那些 会有上网的年代那些废佬的水平 当然 十一飞的水平仍然是 说回他那个年代 或者他再支持二三十年代的水平 我讲一个故事 很好笑的 不是很好笑 一点也不好笑 他们会当前目是神 他们会写回了前目的东西 但其实前目最欣赏的那几个人 譬如最欣赏是余英时 有人问余英时算不算是前目的 那些人说是前目的大弟子 但是你看见他前目 前目一到外国就说 我受杨联星的教会好一点 因为前目是没有了他 他觉得他的派是旧的 他派是旧的 所以杨联星就教了他很多 就是新的方法 杨联星当然有很多看过 这个角色谈美 然后李奥 李奥说他受前目的影响 他说前目好看起他 但他其实是看不起你前目的 因为李奥那个年代的人 他们全部受胡锡影响 胡锡那堆东西 大家可以看看 他那堆东西就是 他的旧学没有前目 差很远 但问题是他的方法是全赢的 是相同的状况 沈旭辉的科学方法 是赢了沈日菲 所有的年代的人 现在的新一代的人 整个科学方法 整个控制 控制大局 一个很专门的大局 他们那个年代 沈日菲的年代是没得比的 所以现在的新一代有很多 当然那堆人我又觉得他有很大的缺陷 那我就不讲新一代的 新一代的年轻学者 三四十岁的学者 究竟有些什么大的缺陷 很简单的 就是说你要读回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 那堆大量的东西 他们只是读了新一代 读了鬼路新一代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思想是很下迷 但是这个就是第二个话题 好 回答你的话题 下次再回答 拜拜 共产党征兵用什么方法呢 一去到村岛 他首先玩村长 你是村长 对不对 可以吧 继续 然后呢 接着呢 接着呢 大家一起来 分田地 分田地 自己当然怎么办 就杀了土豪 这些钱都在那里 那便尽共 有分田地 教人 然后他登记了 所以他就有宣圈的任务 以前是没有这件事的 然后就捉了那些人 那些人就去前方打仗 前方打仗 前方的人逃兵 如何 第一 他逃不回家 一旦他回家 他回家的时候 尊长已经不在 也不会支持他 尊长也不会支持他 因为尊长已经是党委书记 不是你熟悉的那个人 他回家的时候 你逃兵的话 你立即会枪毙 你回不了他 那于是乎呢 你就唯有 战死 你就打 OK 如果逃了的话 或者走去逃堂的地方 那是怎样呢 没错 就杀了你家人 然后就全家家人 家人捉他批斗 那些 那些 那你就迫着他死 那以为你死得怎样呢 烈士 没错 立即做烈士 烈士 香港警察死了 是苦率金的 知道吗 他们那些做烈士 就是说你死了 好过没死的